因为人到中年了嘛 想突破一下自己 自己本身也有很高的恐高症 然后最大的挑战可能是 就是高空啊 恐高症啊 克服一下能突破掉 是对自己很好的一个锻炼 张先生说 他今年41岁了 除了想自我突破一下 也一直有个自由飞翔的梦想 趁着体能还不错 就在富阳永安山的这一家 芥末飞行俱乐部 报了滑翔伞培训 培训费用12800块钱 买滑翔伞装备花了3万多 去年4月份开始参加培训 地面学习了三天 控闪之后 然后于4月14号 第一次教练员带我就直接上天了 14号上天也是放单飞了 就自己一个人飞了 个人现在回想一下 当时飞行的经历呢 就是准备的理论也好 视钞也好 都不是很成熟的情况下 就面对400米的崖口 富阳永安山海拔412米 山顶上有一个滑翔伞基地 基地旁边是相对陡峭一些的山坡 张先生说 他们从山顶的这片草坪 开着伞跑出去 滑翔6到7分钟左右 到山脚下的一片草地里落地 一周左右的时间都没有 那作为一个高空运动来说 一周的输程没有标准没有流程 这样走过来 对一个新的飞行员来说 面对位置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张先生说滑翔伞是一项不容许出错的运动 他认为培训时间太短了 此外他学习和飞行的这半年多来 还发现了俱乐部的其他一些问题 教练员的责任心不是很强 我举一个示例 就是我第一次飞行的时候 然后我拿了我的对讲机过来 我拜托教练给我把这个对讲机调了好 因为我对对讲机是完全陌生的 讲了两次教练没有给我调 然后我就带着这个对讲机上天了 张先生说 教练员没有调试对讲机 他就自己调了一下 当时以为调试好了 在得到教练员的同意之后 他才飞出去 上天之后在天上教练员联系不到我 对于一个心批性来说 本身是恐惧的 脑子也是懵的 在天上教练员指挥不到你 后来记得我们主教练在底下大声的喊 就是你左转右转拉左刹车右刹车 完全用靠喊的这种空框的原野刹 靠喊的这种方式 张先生说 山上有一个负责放飞的教练 山下的槽地上有一个负责指挥飞行和降落的教练 每次飞行都得得到教练的同意 他发现俱乐部里还存在老学员在山上放飞新学员的情况 另外他还认为俱乐部在理论培训和考核方面存在问题 他们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没有标准 所有学员在学理论的过程当中 你这个没有考试没有测评 每个人对上天的气象理论知识掌握多少 完全不知道没有依据没有平均 你一共飞行几次了 我一共飞行了又接近130次了 那为什么一开始没给他们提出来呢还是怎么样 一开始我是飞行小白 对几个俱乐部的具体教学方式不是很了解 进到这个圈子里面 飞行圈子里面之后 发现各个俱乐部横向对比了之后 发现他这个数成板不是最好的 因为比如说人家有规定的标准 那个闪在头上超过20小时 比如说在空稳的情况下 达到一定的标准 那教练才会放飞你 但这边完全没有 培训时间短 教练员责任心不够 考核标准缺失 这是张先生总结出来的三个问题 这些问题是否存在呢 记者从山顶来到了地面的降落场地 在这里见到了 芥末飞行俱乐部的负责人孟教练 我将进飞怎么进飞的知道吧 是怎么回事你自己说一下 安全 怎么被进飞的 对啊你怎么被进飞的 昨天是这种情况 昨天早晨我9点钟到达起飞场之后 然后按照俱乐部给的指定时间集合了 然后很多星星也没到 然后一直拖到10点多钟我才上山 飞第一趟的时候下来之后 比较顺利 按照整个俱乐部流程走的 当我第二趟到11点钟左右 第二趟在正常上班的时间 到达起飞场之后 没有教练员财 然后我当时是俱乐部用学员放飞学员 已经连贴时间了 然后我跟俱乐部负责放飞学员的报备 我说我要起飞 他说我不放飞你 然后在没有找不到教练员的情况下 我飞出去了 就没有在教练员在的情况下 你飞出去了 下来之后教练说你进飞 勒令我必须转去的步 那我会员还没到期 你用什么样的依据来得令我转去的步 过来吧 孟教练你应该听一下他说的 我们有飞机员飞出来 我要指挥 张先生说完了被禁飞的过程 也该听一听孟教练这边禁飞张先生的原因了 不过在降落场地这孟教练看起来有点忙 孟教练面前的椅子上摆了四个对讲机 手里还拿了两个 他说山上负责放飞的教练 在学员起飞之后 就把指挥权交给了他 他得拿着对讲机跟山上的教练 还有天上的学员沟通 采访当天天气不错 很适合滑翔伞飞行 不断有人从山上滑翔下来 他不停地指挥 滑翔伞的数量 准备的人数 以及降落的方位都得严格控制 中间不能断 为了不影响飞行安全 记者把问题告诉孟教练 并留了电话 当天晚上 孟教练一一做了回复 他说张先生之前已经被禁飞过一周 这是第二次被禁飞 12月9号我们停飞了一次 我们起飞是这样的 你必须要经过教练的允许才能起飞 然后我们到达起飞场 发现他已经飞了一次了 所以停飞了一次 然后这一次又是他 降落以后发现他 没通报 没通报起飞 那我们肯定要对你处理 我说你禁飞了 我先说第一次 跟他们报备过了 我去 我过去 他说我们在休息 然后我就想着 我的130一趟已经可以了 上面也有看护的其他教练在 我就飞了一趟 然后他带着一帮 所谓关系好的同学 看到我了 把我禁飞了 那你有没有跟他们报备过呢 我这一次我没有报备 但是禁飞 我接受他们处罚了 我也就是停飞了 那第二次呢 我早晨9点钟到达子丁一趟 就飞了一趟 第二趟教练员不在了 山上是学员放学员 放飞我的那个学员 我上去跟他说 我说我要去飞 他说我不放飞你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放飞我 教练也找不到 那我就自己飞出去了 那你当时这样自己飞出去 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安全呢 我们达到了130趟 我早就在练自主飞行了 我早就向我的教练 报备我自主飞行了 但是他一直不给我 不给我去解决 这个事 孟教练说 负责在山顶放飞 一般是教练或者助教 助教都是和滑翔伞基地 签订了相关合同的 不会让学员来放飞学员 张先生还是学员阶段 想要起飞 必须得通报山顶的放飞员 和地面上的指挥教练 当时没有给张先生放飞 是因为学员比较多 好几个学校在这飞 起飞场就这么大 然后大家都轮流飞 对吧 大家空中呢 也不能太多 太多你看 我们指挥就很 就很危险 就不好指挥 有着颜色一样的伞 就不好看了 对于张先生所说的 教练责任心不强 没有给他调试对讲机 等他飞出去之后 发现对讲机 无法通话的情况 孟教练表示 对讲机是上天前 就得先测试好的 而且飞行学员身上 会带着两个对讲机 你如果对讲机没有回应 那你就不能飞 我们强制规定的 因为我的凳上 放了好几个对讲机 都开的机呢 是吧 就是防止有一个对讲机 又没有电了 是吧 我们学员胡老爷 听不到了 或者我指挥他 他听不到了 他也是两个对讲机 我就带了一个对讲机 他们根本没有给我 刮两个对讲机 作为一个新学员来说 那我给你再 不用一个刮两个上去 那我就没有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这是不是教练 对于张先生反映的 培训不到一个星期 就让他单飞 培训时间短 没有考核标准的问题 孟教练回应 他们的培训时间 是八天课程 教练会根据 每个学员的 学习情况来判断 我们八天的课程 现在地面学习 学习理论 学习怎么去进场 怎么去起伞 控伞 学好了以后 然后模拟器 模拟器 起飞怎么操纵 降落怎么操纵 空中怎么操纵 对吧 转弯操纵 这些完事了以后 然后双伞带飞 带飞一次 如果教练觉得 你在空中飞行合格 没问题 操纵幅度也可以 然后我们就放飞 上课就上两次 然后上课过程当中 没有考核 每个人能到多少成绩 掌握了多少东西 完全不知道 模拟 他就是拿着坐带 我上面挂一下 就得于是模拟了 模拟也就上五分钟 几次啊 就一次啊 张先生不认可 孟教练的说法 他表示 自己已经把问题 反映给了 省市两级的 体育主管部门 看到这里 相信大家也有疑问 滑翔伞的培训 在时间上 课程上 有没有相应的标准 记者也请教了 浙江省航空运动协会的 吕副秘书长 他介绍 滑翔伞分为 A B C D E 五个级别的执照 A照由中航协的 持证教练培训后 并经过 持证教练的考核认可后 获得持证教练的签字 由中航协进行发证 应该是有一些培训机构 比如说搞这种五天班 七天班这样的情况 是有的 但是因为A照 就是相当于入门了 那么在作为航协的 对于A照的考核标准来说 它是没有时间要求的 但是它有飞行的 起落架势的要求 放单飞 它有没有时间培训 也没有 它的学习满足了 那个就是放飞 单飞的要求和 那个发证的要求的话 那么教练 中国考核合格 那么七天班 是有可能拿到A照的 A照按照规定 就你在飞行过程当中 是飞行员 你是不能独立飞行的 你要在教练的指导下 特别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 或者在飞行全程 在教练的监控 和对象机的指挥下飞行 张先生说 他是A B两照一起考的 已经取得了俱乐部的 结业签字 但一直没有发证 吕富秘书长表示 按照相关规定 B照可以进行一定的 独立自主飞行 但是也要考虑 不同飞行场地的 具体要求 188黄剑 记者报道